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大家好 元醫生,每人都知道雞蛋的營養價值很高 亦都以為是一個很豐富的食材 但很多人一向對雞蛋的又愛人又恨 有時候有些人知道營養價值很高 但也有很多不良的影響 還有一些謬誤,一些誤解 例如打破唇 其他一個是打破唇的說法 元醫生,不如你今天幫我們 和聽眾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好嗎 其實這是網上傳開的資料 大家都不要介意一下 我覺得好的東西是和大家分享的 當然有人可能直接收到這些資料 但我也是在那裏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其中一件事,經常都有人說 雞最好是吃有機,走地雞 甚至雞蛋都認為要找一些走地雞 有機的雞蛋 當然我們很多朋友和我們這些病人 很多人都會特地去找 但他遇到一個困難 第一就是不太普及 但香港已經比中國好 現在好很多了 香港比中國好很多 當然中國很多人都會用網購的方法 它會用網購,大家要小心選擇 其實很多小小的農民都會有這些供應 當然我在香港有些住在深圳的朋友 都開始發現有這方面的選擇 相反香港其實是越來越多 有機會打去看 我也有個朋友在中國 曾經養一些特別的雞 讓他們的西的成分特別高 很明顯是你用什麼資料 對,用什麼資料 走地雞的不同的地方 它就是冬柱酒 吃的東西是多元化一點 吃了蟲、昆蟲之類 所以當然走地雞是多運動、多動作 所以他們的肉質 可能肉質就不同 但是雞蛋那方面 肉質 不是說我們很多人吃的雞 就很軟、很苦 雞蛋方面 很多人都很刻意去找 但有時候就找不到 就算有時候找到價錢貴很多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大家都要和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主要的營養價值 其實不是很大的差別 只不過有時候在微元素方面 有些農場是故意製造 某種微元素高的雞蛋 但是你不用在雞蛋那裡吸收蟲 其他的途徑都可以找到 很多時候簡單 營養普通劑 有些食物找不到 也要依賴我們所謂的營養補充劑 有些西 西亦是一個防癌、醫癌的 為什麼有一種說法 為什麼澳洲的癌症多 其實不是澳洲 全世界都是多的 其中他們的土壤裡面 是很少西的 但是記住 其實雞蛋本身的價值已經很好 它又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就算你買不到也好 也可以買普通的雞 現在研究上來說 就算是走地雞 和普通的農人自養的雞 可能未必被他們到處走 困在農裡 而生出來的雞蛋的營養價值上 就沒有很大的分別 基本上 微元素方面 如果你特別調教 治療當然會有些分別 但是我們不需要刻意 吃些很貴的雞蛋 而拿這些的微元素 其實雞蛋最主要是蛋白質很完整 這方面就算是走地雞 這個蛋白質肯定是很完整 是最完整的蛋白質的來源 第二 第二就是很多人說 一提到雞蛋就說是蛋白質高 為什麼呢? 雞蛋肯定有蛋白質高 但是很奇怪 我在過去十幾二十年 網台整天都一定有講過我很多次 在外國曾經做一個研究 就給那些年輕人做實驗 一天就吃10隻雞蛋,總之吃很多雞蛋 就量他們的膽固醇,之前和之後 發現吃了雞蛋這麼多的年輕人 基本上本身健康 他的膽固醇,血裡面的膽固醇反而是低了 奇怪了,為什麼呢? 其實當時已經知道了 原來雞蛋裡面除了本身的膽固醇高 其實主要是蛋黃裡面的,有個叫卵輪脂 英文叫Licicent 很多營養飲品都有的 一大盒很便宜的 他們當然是黃豆來提煉 但蛋黃裡面有些卵輪脂 卵輪脂會令膽固醇變得很小 分子變得很小顆 可以順利透過血管壁的細度 可以直接透過血管壁 然後被細胞吸收了 充分利用它 從而減少血中的膽固醇 不單止裡面 蛋黃裡面的卵輪脂 在幫助消化之後 消化之後可以成為一種叫膽癱 這個有益氣醒腦能夠令人博紋強棄 即是保腦 這個叫做膽固醇 膽固醇 令到你的腦補腦 也有些人吃過營養素 當然不會因為吃雞蛋導致膽固醇高 反而令到減低膽固醇的膽固醇 反而減低膽固醇 外國已經做過很多人的研究 但很多人仍然有這種誤解 一聽到就這麼大 哎呀死了 死了那麼多不行 甚至乎有時候這樣說 其實是蛋黃之中 含有這個卵輪脂 所以很多人其實就說 我知道是雞蛋營養膏 他們只吃蛋白 拿蛋白質 那就忽漏了 全部的蛋黃就拿走 就不吃了 其實原來在這裡已經是解釋 不會令到我們身體的膽固醇 而是它這個卵輪脂 令到我們還可以 令到我們的細胞吸收到 這個choline的時候 可以有醒腦的功效 是的 第一 最近都和大家不斷不斷 重複差不多 每集有機會都說 那個膽固醇 那些人已經是在2018年 好像4月 在美國的FDA 就已經 承認是沒有問題的了 是 他就不會說自己怎麼錯 是的 當然不會錯 不會再用膽固醇高來嚇人 是的 而最後呢 更新的資料 結果發現到 其實膽固醇越高的人 是越長壽的 嗯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膽固醇 自己身體做的 我們肝做的 百分之八十九十 自己身體做的 身體所有的細胞 尤其是神經系統的細胞 全部都是主要成分 都是膽固醇的 所以你想想 人有沒有這麼蠢呢 是吧 做一些事情是會害自己的 所以有時候 大家一定要想常理 OK 我常常強調 我們的健康 一定是由我們飲食的健康著手 因為我們身體的細胞 每一部分 每個細胞 都是食物的健康做出來的 嗯 所以這些維修身體的問題 當然是用回本身的材料 食物 營養 就不是用化學藥 是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但當然 一講完這件事 那些人就很害怕 因為如果你不吃藥 血壓控不控制不了 是 會爆血管 如果不吃藥 糖尿便控制不了 當然 你要控制的問題 但就不是吃西藥 不是吃毒藥 用食物的飲食方便 這個肯定是最安全 以及真正是最有效的 是吧 好了 第三個禮區就是這樣的 這個我也是網上 以前很深刻 有些人傳出來的 他說吃雞蛋 最好就不要和豆漿一起吃 我記得我家裡是小時候 我們很流行 用豆漿 把雞蛋放進去 現在都很流行 有很多地方 有些白石蛋 就放進豆漿那裡 也有時候 我們煮滾的豆漿 就放進去 然後攪拌它 是的 我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吃的 家裡是一個基本上的食物 我經過爸爸都很喜歡 用這種飲食方法 我都和大家分享過 我自己療活到一百歲 無疾而終 所以你看到這種說法 當時我接收到 我都有點覺得是嗎 真的不行嗎 但最近現在這個文章 就講講 其實是錯的 不用擔心 豆漿不是雞蛋的死對頭 當時就以為 豆漿的成份 結合之後 就會影響它的營養吸收 所以一邊吃豆漿 一邊吃雞蛋 都沒有營養效果 最近的研究就不同了 豆漿裡 有一種叫做 所以不會影響兩個的營養吸收 所以豆漿和雞蛋 其實是好兄弟 不是什麼死對頭 當然大家知道 豆漿我們不會生飲 不要炸到黃豆之後生飲 肯定是高溫 煮煮很久 所以在高溫的過程裡 這種的胰蛋白煤 其實已經被它消滅了 即是沒有活躍成都在 好了 我知道 今時今日我都認同 雞蛋是最有營養的食物 當然有些人因為宗教原因 不喜歡吃配菜 有這樣的顧忌 另外有些是宗教原因 但在營養學來說 雞蛋絕對是一個很好的 營養最全面的食物 很多時候在中國過去 也有些人說 有些人過節過節過節 才能吃雞蛋 當然家庭自己養下雞 自己有不時的雞蛋供應 雞蛋本身很好 但原來你配上其他食物 如果你懂得配是更加好的 怎樣配搭呢 我們知道雞蛋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有一個營養價值 但怎樣可以的配搭上面 令到它更加發揮到功效 剛才聽了 原來以前的貿務 以為是豆漿配雞蛋 就沒有效了 現在就不是 但怎樣再配搭呢 就更加有效呢 其實這道菜我經常看到 很多人喜歡用什麼 番茄炒蛋 已經很多了 已經做了很久了 很簡單 可能因為方便 雞蛋什麼都可以配搭 發現番茄裡面的 有番茄紅素很高 原來這些番茄紅素 可以提升血管的柔軟度 有極強的護身作用 還有番茄含有維他命維生素C 和胡蘿蔔素 當然雞蛋裡面 也有動物的蛋白質 所以可以這樣說 如果番茄配上雞蛋 是一個植物蛋白和動物蛋白 原味的結合來的 和番茄裡面的胡蘿蔔素 和雞蛋裡面的核黃素結合 就能夠更加引起到 明目提神的作用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 很容易做 很多家庭都會做的 老少咸的素 老少咸的素 也對 如果有些老眼分花 體虛氣弱的老人家 尤其是比較適合這道菜 有很多益柱 所以簡單簡單 很多雙數可能會懂 我們怎麼做呢 這裡有些少許開玩笑 用橄欖油炒 先把番茄切到一塊塊 鑊裡面反炒 炒至軟軟軟 變成像醬糊 因為番茄很特別 番茄煮過之後 吸收是好過生食的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食物儘量生 不要經過處理 不要加溫 但番茄在溫度的煮過程 令到番茄紅素更加容易吸收 所以番茄不一定要生成是最好的 當然煮這些食物 不用加什麼美精 當然美精本身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大家要加些鹽 加些可鹽 它是很強調的 用Celtic Sea Saw 法國南部的那些可鹽 或者用喜馬拉 三芽的鹽 這些是一種很好 本身的味道已經很香 不要加那麼多調味品 簡單來說 分量很簡單 就是一對一 兩個番茄配兩個雞蛋 因為雞蛋太多 或者番茄太多 都會影響它的味道那種口感 好 第二個菜式呢 第二個菜式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這樣用 就是雞蛋配苦瓜 清熱是餅瓜瓜 這個很好 苦瓜味苦 很多人都不喜歡 但營養價值很少人會質疑 很多人都適用 都知道 我經常跟大家提及 苦瓜汁 苦瓜葉 尤其是苦瓜汁 可以控制膽固醇 控制糖尿 也是控制血壓 我們很多病人都要求他們 第一 由飲食方面 盡量去改善 當然苦瓜是能夠清熱解毒解暑的 所謂益氣養癌 還有苦瓜裏面的維生素C 含量在梳塑裏面 僅僅少於辣椒 有很強的護身功能 第三 苦瓜的卡路里很低 基本上沒有卡路里 很多人都當作減肥 這些食物 不用擔心肥 苦瓜配雞蛋的結合 就像冰冷的南極 遇上熱情的尺度 苦瓜的鮮味 雞蛋的鮮味 能夠中和苦瓜的苦劫 苦瓜的苦劫味 又能夠將雞蛋所帶來的 那些油膩那些 解掉少許 苦瓜炒雞蛋 在今上是沒有辦法挑剔的 因為本身單獨吃 食苦瓜是比較有稠味 還有可以完成營養的雙重吸收 還有備有清熱解毒 護身氧氣的作用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有時候人們就可以 有時候都未必想到 突然看到蔬菜 可以想到煮法 另外一個配搭 就是炒洋蔥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 中國人都已經在做 加上便飯的菜 沒錯 簡簡單單 煮雞蛋 來炒 當然洋蔥也有燒菌的消毒作用 煞菌消毒 氣味當然有些辛辣 但它能夠開胃 出進消化 還有膝的含量比較高 洋蔥為什麼這麼好呢 有抗衰老的作用 所以目前呢 我也知道 唯一含有前列腺素A的食物 經常吃 也能夠降低三糕的問題 所以呢 很多時候 人們有三糕 都可以適量吃多些 所謂洋蔥炒雞蛋 還有一個做法呢 就是 有些人呢 譬如 生薑 用薑 這樣 有些人呢 就會 咳 咳 咳得很久 很流行的 有些人都會用薑水來處理 很簡單 用薑 切碎薑 做雞蛋呢 拿少許椰子油也好 橄欖油也好 因為做雞蛋的溫度不會很高 是 即是很快就不會做得很高溫 所以橄欖油就OK的了 那將這些薑粒呢 薑末呢 就撒下雞蛋 攪拌了之後呢 即是炒熱了 是的 如果有咳 就每天吃兩次 那慢慢咳 本身都會很快的 OK 那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很好的飲食方法 那大家可以作為參考 因為雞蛋 剛才所說的資料呢 全部都是很豐富 很簡單的 很容易用得著的 那它也有提及呢 就用那個胡蘿蔔 配胡蘿蔔 來炒 那當然了 大家知道胡蘿蔔是維生素A 胡蘿蔔素是保護眼 但是我始終覺得呢 炒胡蘿蔔是比較難的 因為胡蘿蔔是要煮久很多的 是的 那如果雞蛋呢 比較上是要很快熟的 除非你是要把那個胡蘿蔔 那個胡蘿蔔切到很幼絲 嗯 切到很幼絲 但是本身胡蘿蔔 它可以 即是可以生吃都可以的 那你把它切到很幼絲的時候 然後用雞蛋一塊炒一炒 都可以的 是 但是呢 沒有那麼方便 是的 沒有那麼方便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這些食法呢 在我們日常的沙律裡面 都是這些的 切些胡蘿蔔絲 切些芹菜 是的 切些洋蔥 跟著一些雜熟的雞蛋 切幾塊 很多西式的沙律盆裡面 都有這些成分 這些苦瓜 洋蔥 你想得到呢 番茄 那些全部都有 那你都可以拿回來 就當沙律盆裡面 來吃 餐餐吃些沙律 是我們新的食物 金字塔的最主要的成分 嗯嗯嗯嗯 好啊 其實呢 剛才聽了 余營先生跟我們分享了 了解到呢 雞蛋那個營養價值 那個是在哪一方面呢 也都是那些 那些那個權威學會上面 都都都認同呢 就是吃雞蛋 就不需要再擔心 我膽固醇 還有他 現在也是一個 很百搭的材料 剛才聽過 一些我們家常吃飯的 家常便飯的菜 這些 其實原來已經呢 是可以有這麼高的營養價值 所以大家呢 以後呢 可以將那個雞蛋那個 那個那個 即是 的謬誤呢 就改觀了之後呢 可以呢 天天吃多些雞蛋都可以 可以可以的了 好 今天多謝阿元醫生 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我電話 和阿元醫生回診 電話號碼是 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又可以透過Skype 和阿元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好 今天麻煩你阿元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